这就必须请出汇编代码了 这个ABC就是先前的投影片里面那个ABC 它的继承关系 当我写 我先先看一下我们剩下最后两页 一页是这样 另外一页这样 是同一个故事 这一段 这一段和下一页 这一段是同一个故事 分开来解释 好现在有ABC 我这个动作是什么 A通过A来调用 A是什么 A是大A的对象 虽然这它其实初值是 是B经过转型过来的 这个你要想一想 B在这里 A在上面 这个转型 硬转转过去 也许你开始在想 那这调用的这个是一个虚函数 那到底是A的虚函数 还是B的虚函数呢 你想太多了 这是通过对象来调用 不是指针 所以都不要去 都不要再去想下一步了 它就是静态绑定 它不是通过指针 所以它是静态绑定 我们来看看它被编译之后 会编码是什么 这个紫色的部分是注解 编译器编的时候 会有一个注解 所以这个紫色 这就是C++语言 它再照抄一遍 后面是我的注解 我说这是静态绑定 绑定成什么样子 蓝色这一行 这一行就是这一种形式 刚刚一再提起 静态绑定就是CALL XXX 后面这是一个地址 我们能够看得懂 会编的人越来越少 无所谓 你经过我这样解释 也大略懂 不必真的懂 大略懂就可以了 因为这就是一个 静态绑定的形式 会编码甚至于 后面就给出了 这个地址是什么 这边就给出来 好我们继续看 同样这个故事再往下 我就要示范动态绑定 下一页 刚刚那一行在这里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接下来的动作做什么事呢 我这颜色有点浅 好 我现在要通过PA来调用 有没有符合条件呢 有三个条件 符合动态绑定的条件 第一个通过指针 没错 第二个它是虚函数 也没错 那它有没有做向上转型呢 你看上一行 new new出来是一个b 但是它的type是a 这就是向上转型啊 所以我们从逻辑上 从c++的层次上面看到 它确实应该是一个动态绑定 我们去看看编音器编成什么结果 编出来是这一行 下面这一堆都是 最重要的动作是这一个 扣 但是这个扣后面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地质 那这一个如果要去解析它 就得往上看 这已经是纯汇编的部分了 我们不去谈汇编的部分 这一段解析出来 这一行连同上面这几行合在一起 用c的语言 用c语言表现就是右边这样 这也是在刚刚前几页一再出现的这个表现形式 意思就是通过指针找到它的虚指针 再找到它的虚表取出其中的第N个 把它当成函数指针去调用 由于是通过P来调用 所以P就是this point 这个括号里面这个就是this point 好所以我们从汇编码再整理一次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投影片 前面是静态绑定 后面这两个动态绑定 我们都看到了它的绑定形式 现在改成c语言 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事呢 回到前面来 确实是通过这样的路线去找到 它要调用的真正的目标 这就是我对整个在继承体系之下 虚函数怎么会有那么棒的表现呢 那么棒是我们从语言书籍看到 你怎么写它会调用到谁 但是它怎么会那样去调用呢 通过这一个解释 对于对象模型的这个解释 我们就非常清楚了 这是整个课程 我所谓的Part 2 C++程序设计 整个课程的最后一个投影片 我们的课程到这边 我们的课程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